那时他们都误会了 我和袁英 只是同学 同学 同学 我 丁浩天 方杨 还有袁英 我们四个人 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学 我对袁英呢 也只是同学之间的感情 可是 我对你 那是 是什么 是不一样的 什么不一样 一个是友情 一个是 是什么 爱情 你再胡说 我就走了 我没胡说 我是真的 吕强 你不知道袁英喜欢你吗 我不知道啊 我们四个人 关系一直很好 我们很喜欢袁英 袁英 也喜欢我们 我不相信 我用人格保证 不过 不过 不过什么 我可以接受你 真的 你想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袁英喜欢你 老天爷不能太偏心了 把天下所有最好的东西 都给他了 你说是不是 你认为 我是最好的吗 我看是 你也是最好的 真的 真的 我怎么突然一下子觉得 鸡皮疙瘩都起来了 从来没有人说过我最好 你是第一个 在我眼里 你就是最好的 你们两个先去吧 好 我们先走了 好 韦杰 我刚才说的都是真心话 是我的肺腑之言 李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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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什么呀 李强 你跟我一起在这儿干什么呢 没干什么呀 我们俩 讨论点事情 丁浩天 我们来这儿弹琴说爱了 你想听吗 李强 你别开玩笑了 浩天是认真的人 你瞎着他了 是 是挺吓人的 李强 我有两句话要跟你说说 来 李强 咱们改天再讨论啊 你先回去吧 走吧 李强 你跟韦杰啊 你跟韦杰在这儿干什么呢 韦杰啊 想学写诗 我们谈诗呢 你别逗了 你会写诗吗 你什么时候开始写诗了 你什么意思呀 你会写诗 我们就不会写 行行 我不是跟你说写诗的事 我是要提醒你 你可不能做对不起原因的事啊 我干什么了你这么说 我刚才都听见了 丁浩天 我可提醒你啊 我现在已经是 四个斗了 不需要别人提醒我应该做什么 不应该做什么 李强我知道你现在是干部了 你现在是四个斗了 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 你即使八个斗 你要做了对不起原因的事 我一样会对你不客气 你怕了 我明天就找金院长打报告 官民正大的确立我们的关系 我们等了那么久 不就是等这一天吗 因为原因喜欢你 老天爷不能太偏心了 把天下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他了 你说是不是 好看 是吗 prech 谢谢 我帮你 我帮你帮你帮我帮你帮我帮我 帮我一下 快点了 在一盐採摩 。 一九四九年 经过中央人民政府 和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的批准 新疆京区于十二月十七日正式成立 全体齐立 到操场紧急进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快去报告连长 边界有情况 报告 边界出现异动 对方军队正在集结 我命令 全体进入一级战备状态 敌人胆敢来犯 坚决彻底地把他们消灭掉 是 一二战伤 一二战伤 我们军人的使命 就是要保卫国家 保卫祖国的领土 不受侵犯 还是毛主席的那句话 人不犯我 我不犯人 人若犯我 我必犯人 允强 袁英 你怎么来了 我来跟你商量点事 什么事啊 要打仗了 你知道吗 我知道啊 怎么了 我已经写申请 要求上前线了 你 真打起来你能干什么呀 抢救伤员 当救护员呢 行了 别开玩笑了 我没开玩笑 我是认真的 你呢 你是怎么想的 我 你希望我怎么想 我当然希望 我们能一块儿到前线去 在那儿建功立业 做出自己的贡献 丁浩天呢 他怎么想的 你真的要回少恰 是啊 我觉得机关不适合我 怎么不适合你了 你这不是干得好好的吗 你的诗歌引起了那么大的反响 鼓舞着全体官兵们的斗志 你还想怎么样 北京 鹰最喜欢在什么地方 天空啊 我也是 你叫我来 就是为了和我说这个啊 还有一件事 我必须得提醒你 你 离开吕强 为什么呀 因为大家都知道 他已经有女朋友了 你说的是原因吧 为什么原因喜欢的人 我就不能喜欢呢 原因喜欢吕强 我也能喜欢他 至于吕强喜欢谁 那是他的选择 魏杰 我们是战友 我要告诉你 你不能太偏激了 这样对你不好 你这样 不但会伤害到别人 也会伤害到你自己呀 我不需要别人的提醒 也不需要别人的怜悯 是刘再军 军区机关还是去哨抢 这不是我们个人 所能决定的 得听从上级的安排 如果上级要我去哨抢 我绝不会皱下眉头 我会把我满腔的热血 撒在祖国的戒碑上 但是如果上级要我留在军区 我也会安心地做好 我份领的工作 远莹 你是女同志 干工作不能只凭热气 干工作也不能那么拼命 如果超出身体的极限 最终吃亏的呀 还是你自己 我觉得你变化挺大的 也许吧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生活改变了我 不会 连我们最初的理想 都改变了吧 好 都说时势造英雄 什么叫时势 国家有难就是时势 什么叫英雄 关键时刻能够挺身而出 这就叫英雄 丁浩天这个典型 我认为要大张旗鼓地宣传 我建议把他发展成为党员 还要给他提干 你们认为呢 我同意司令员的看法 我了解丁浩天同志 丁浩天同志在新明莲的 就主动要求上盛女峰少侠 在盛女峰少侠一干就是两年多 当崔世元兢兢业业任劳人员 这样的同志 我们早应该发展他为党员 也应该提干 好 吕强 打听到了吗 没有 不会让我们这批学员 都退回元难位吧 有可能吧 吕强 丁浩天打报告了 要求上边防第一线 李杰 那你觉得我会怎么做呢 吕强 你是一个英雄 又是学毛主积极分子 我觉得关键的时刻 你应该冲在最前面 好 有了你的支持 我信心就更足了 我这就回去打报告 请求上山 丁浩天屯子 发悲痛为力量 奔赴保卫祖国的第一线 学一套为国术边 引改向前的自我精神 我们要继承老一辈的革命旗帜 发扬横军传染的革命精神 扎根边防 正是我们的领土 这些屯子是我们值得去学习的 你怎么想啊 卫杰 假如我血洒边关 再也回不来了 你会怎么想啊 你别胡说 你一定要好好回来 我是说假如 没有假如 吕强 你得答应我 你一定要好好活着回来 卫杰 你这么在乎我呢 我就要上山了 有些话 我必须要说出来 你知道吗 我跟你在一起的日子 过得特别地幸福 你是我见过的 最漂亮 最温柔 最懂事 最会体贴人 最优秀的女孩 我特别 你干嘛 你耍流氓 卫杰 我不是故意的 我是真的 我是 你是什么 我喜欢你 你真的喜欢我 我真的喜欢你 我可以把我的心 掏出来给你看看 对 我先看你 吕强 你是一个英雄 又是学毛柱积极分子 我觉得关键的时刻 你应该出在最前面 丁浩天打报告了 要求上编防第一线 我觉得你变化挺大的 不会 连我们最初的理想都改变了吧 怎么这么晚才散会啊 妈 是我 你怎么回来了 连大衣也不穿你冷不冷啊 我有事想问你 非得今天吗 来来来 上床暖和暖和 我想问你 妈 你说什么叫爱情啊 我们小姐有爱情了 不是 不是 我只是随便问问 没有 爱情是个很复杂的问题 一句话两句话说不清楚 妈 你说 如果一个人的脑子里 整天想着另外一个人 那就是爱上他了吗 这就是爱情吗 你想着谁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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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问得那么具体吗 不是 我们小姐也喜欢上别人了 妈 你说如果一个男孩子 吻了一个女孩子 那那个女孩子 她会怀孕生孩子吗 亏你还是个护士呢 连这点尝试都不知道 谁问你了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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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人是谁 是哪个部门的 妈 这个人就像二零三那样 英俊洒脱 能文能武 有理想有报复 她还会写事呢 我们军区还有这样的人呢 叫什么名字 暂时保密 小杰啊 妈可告诉你 你交朋友妈不反对 可是你要想清楚 爸爸是司令员 我们家的女婿 一定要是一个出类拔萃 而且靠得住的人 妈 你放心 这个人保证你和爸爸 都会喜欢的 来来来 这边 刘英 刘英 你们俩怎么才来呀 菜都快凉了 她呀 快走了嘛 舍不得那帮战友 告半天别 等半天了吧 说好了 今天是我请客 你们谁都别跟我争 这事谁跟你争 最后门 最后门就是你 来吧 等到吕翔吧 你跟她说了 我跟她说了 我们四个是同班同学 又都是从一个学校 来到的边关 今天壮行 怎么能落下她呢 是不是 袁瑶 电话店有话跟你说 什么话 好店 今天你把你想说的 在这儿都说出来 说呀 神神秘秘的 说吧 我去找找吕翔吧 我都坐着 你跟她说的是在这儿吗 我跟她说了 她知道这儿 别等了 咱们先来吧 先来 霍连 你这次上山还是回圣女峰吗 我当然想回圣女峰了 可是不知道组织怎么安排啊 那我真羡慕你 要我能上去抱着冲锋枪 要撸两天 那才过瘾呢 这你招什么急 你要有耐心 说不上哪天你在路上碰起坏人 那冲锋枪一撸 一扫一大片 多过瘾呢 是不是 好店 你不用提醒我 我该上的时候肯定上 到是你这该上的时候 你这得把握机会呀 你们说 我的申请怎么还没批下来呀 不过也是你这女孩 你上山干嘛呀 打仗男人那事呢 女同志怎么就不能参加战争了 战争年代也有女战士啊 古有花木兰 今有无穷花 怎么了 那是战争年代吗 现在啥时候啊 哎呀 连你也看不起我了 我不是这意思啊 你要是什么时候想上山 你告诉我一声 我开车拉你上去 什么叫开车拉我上去 你就得上 我肯定上啊 对不起 来晚了 李星 你怎么才来的 赶快坐 赶快坐 行行行 我先告诉大家一个消息 我已经向组织申请 要求上山了 我就知道 你一定会这么做的 来 来 好了好了够了够了够了 哎呀真香啊 这杯酒 为丁浩天帐行 为李强帐行 为所有即将奔赴前线的勇士们 帐行 来 来 来 但是龙城非将在 不叫狐马 渡阴山 风消消息 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 不复还 说了说什么呢你 不 什么意思你 乌鸭姐 来来来喝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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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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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啊 这两种事的意境是不一样的知道吗 我说那个 我那个是 不叫狐马 渡阴山 你那谁不回来了 什么是狐马呢 狐马就是外敌啊 我的意思就是外敌都不复还了 你回来了 那你是壮士一去兮不复返啊 报告 进来 司令员 准备得怎么样了 报告司令员 一切准备就绪 随时可以出发 坐 坐下 好 温凯啊 我今天找你来 是为了另外一件事情 你跟我说说 原因和吕强 原因和吕强 嗯 我也希望 你们看见这个笔记本 就像看见我一样 是 丁浩天 咱们在昆仑山上见 哈 咱们在昆仑山上见 沉山上见 蛇 一切 你复印尼山上海 你复印尼山上海 是 又歪 嗯 怎么了 浩天 我呀 我不知道你跟袁云之间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但是我觉得你好像要离开她 这不正是你所想的吗 是 我是这么想过 那是因为 我觉得你不配她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我不能看着你伤害她 我不能看着袁云痛苦 不能看着她伤心 李浩天 我也送你一句忠告 干好你自己的事 走好你自己的路 好 我记住了 吕强 我再次提醒你 如果你伤害了袁云 我绝是饶不了你 rud 快 侦晴 如果有看 亲 steal 按货粉之量 站成 不是 浩天 浩天 对啊 你们俩也没见到旅行吗 他怎么还没来呀 盐盐 别等了 这不是一回两回了 上车吧 说什么呢你 什么不是一回两回 方杨的意思说 吕翔迟到不是一回两回了 盐盐 杨乖气 你别着急 也许吕翔有别的任务呢 你自己要多小心啊 好 你去了跟同志们说 我特别想他们 真的很想 一有时间 我就去看你们 好 我会告诉他们的 你自己也要多保重 浩天 你走不走啊 你要不愿意走 跟那逃兵似的留下吧 方杨 你怎么了 说话阴阳怪气的 谁是逃兵啊 说呀 谁是逃兵 元阳 方杨说话就是这样 你别跟他一般见识 元阳 我走了啊 浩天 你就瞒元阳吧 早晚让他吃大亏 我走了 我走了 把话说清楚 骗我什么了 谁是逃兵 我也不愿意瞒你了 这逃兵就是吕翔 你胡说 他上山的时候 他就想往下跑 现在他终于逃跑成功了 明白了吧 丁浩天 方杨说的是真的吗 吕翔 吕翔当过逃兵吗 说呀 不许瞒我 紫蜂 — 大约 那都是过去的事儿 那个时候我们都刚当病 我们都还很年轻 方杨 上车 任盈 我们走了 任盈 很多事都过去了 凡事要往前看 有些事别放在心上 如果有什么话 你就给我写信 别一个人闷着 我希望看到你笑 我没事 放心吧 你自己才是应该多注意 快走吧 你自己保重 开车小心点啊 走 保重 注意安全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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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决定 我被留下了 你当过逃兵吗 谁说的 你别管是谁说的 你只要回答我 是 还是不是 是怎么样 不是又怎么样 如果是 对军人来说 是一辈子的耻辱 回答我 回答我 那就是了 我真没想到 你会做这样的事情 是 我 Geez 我 是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 我不相信你会做那样的事情 不相信你当过逃兵 你是我们全军学习的模范 你怎么会是逃兵呢 吕乔 你一定有别的原因 对吗 一定有别的原因 没法跟他们讲 你可以告诉我 到底是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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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因为我想下山见到你 是 我是不该不请假去下山的 可是我实在太想你了 山上你去过 山上什么滋味你知道 整天听到的就是风声 看到的就是雪山 寂寞孤独 每天晚上我躺在床上 看着屋顶 我满脑子全是你的影子 你知道我多想你吗 你知道我多想见到你吗 我实在忍不住了 方言的车下山 我就上了他的车 但是没走多远 我就回来了 这就是我给你的理由 如果你还认为我是逃兵的话 你认为好了 组织上没有认定我是逃兵 我女强 也绝不会当逃兵 都是我不好 是我不够关心你 你才会做那样的事情 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刚才的话说中了 我收回 我跟你道歉 对不起 别生气了 没关系 绿强 那你这次更应该要上山呢 你应该用行动证明给他们看 你不是他们说的那样 你不是逃兵 不是懦夫 元英 我一直在努力啊 我现在不已经是军区计判的参谋了吗 我不在乎你是不是参谋 我不在乎你会不会当大官 我只在乎 你是不是一个堂堂正正的军人 发生战争了 现在是最需要我们的时候 吕强 你是我爱的人 你是我心目中的英雄 我不让别人那么说你 我不准别人说你是逃兵 你不是逃兵 你放心吧 我会抓住机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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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你 我是你 前队警网 全体警网 让人看 进 你先看 部署 一 三 六 七 八 把我 连长同志 台长丁浩天 前来支援 请指示 放心 来了就好 我早就知道你会来的 因为你是我的兵 关键时刻绝对能冲得上去 对吧 阿联默 到 赶紧找几个人 把丁排长的行李 都拿到营房里去 是 是 丁浩天 到 赶紧带领其他同志 去吃饭 然后转活 是 怎么样啊 不是吧 跟我走 老连长在团幕还好吧 请 请 他问你们大家好 老连长 老连长 我又回来了 我在山下 很想你 雷杰 记住啊 多吃点水果 来 拿着 你别送了 让人看到影响不好 哪有什么呀 妈 桂主人好 吕强啊 下山了 我到军薰队学习 被留下了 妈 你回家吗 这个给你 拿回去我们吃 吕强 有空到家来坐坐 是 让你别送 刚刚吓死我了 不至于吧 伟首长胆子一向很大的嘛 我怕我妈看出来 看出来怎么了 丑女婿总要见丈母娘的 去你的 我走了 快回去 快回去 知道了 再见啊 再见 再见 小吉 你朋友是吕强吧 妈 你怎么知道的 今天那个样子妈还看不出来 妈 你认识她 她在医院住了这么多天 又是军区的模范 有几个人不认识她的 妈 这么说你是同一了 她人品还不错 不过要看爸爸的态度 爸爸会喜欢她的 那要由爸爸自己说 妈 吕强还会写诗 她的诗写得很好 不比那个丁浩天差 不信 我给你背背 连她的诗都会背啦 你会背什么 背毛主席与录啊 你会背什么